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 来自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长翼号 它究竟有多大呢 长翼号总长399.9米 比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航母还要长60多米 甲板面积达24000平方米 相当于近4个足球场那么大 最大载箱量24004个标准箱 而说到大型的集装箱船 除了长翼号外 还有长395.4米的MSC OSCAR号 以及长389米的东方土耳其号等集装箱船 看到这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疑惑 为什么集装箱船的最大长度都没有超过400米呢 原来之所以要这样设计它们的长度 是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 集装箱船主要以运输货物为主 且它们的主要航线 主要是在国际公海上进行的交通贸易 这也就意味着集装箱船 要穿梭在各大海峡和运河之间 要知道运河和海峡的宽度与海洋不同 就拿连接了红海和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来说 在这条运河上行驶时 有着明确规定 那就是船只不能超过400米 因为苏伊士运河的水面宽度 在345至280米之间 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内 转弯或者掉头都很不容易 稍有不慎就容易卡在航道上 造成运河的交通堵塞 2021年3月 我国台湾省的一艘巨型货轮 长西号就卡在了苏伊士运河的航道里 导致运河不得不因此中断交通 整个过程造成全球贸易损失了60到100亿美元 除此之外 安全因素也是需要考虑的 由于货物的摆放 主要是在船只的中间部分 如果船只过长 那么就很容易造成船身中间的弯曲载荷过高 最终形成超越常规限度的弯曲值 造成安全隐患 再加上水面及天气的不稳定性 一旦遇到恶劣天气造成船只的损毁 过长的船只只会加大行驶阻力 造成航行障碍 由此可见 船果真不是越长越好 长度控制在400米以内 才是最优选择 通常这样一艘大型集装箱船 将所有集装箱雷起来的高度 大概在25米左右 相当于22层楼的高度 那这么高的集装箱 是怎么放置的呢 摇摇欲坠的 不会掉下来吗 集装箱的装载形式有两种 分别是舱内及甲板上 舱内是船舶内的中间部分 很明显 采用了导槽来进行固定 在装载货物时 只需要按照尺寸放进导槽内即可 是最为安全的固定方式 而甲板上的集装箱 并没有固定导槽 但每个箱子之间 却都是紧密 镶嵌在一起的 可以看到 在每个集装箱下面 都有一个凹槽 这个凹槽 可以将相邻的两个集装箱 扣在一起 同时还会用脚锁 将箱子从上到下锁紧 使它们形成一个整体 再加上 还有船员时不时来进行检查 就大大确保了 集装箱的稳固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